3根10号硅胶线 咱们要把它压到这个100安线鼻子里头 电烙铁烫压锡 主要试一下这个电烙铁行还是不行 这是一位朋友联系我 想让我试一下 他想买这个电烙铁 主要是户外用 然后就是烫100安这个线鼻子 我答应他给他试一下 别人家买回去不能用 是不是白买了 咱们就试一下 我心里也没底 我这个压线前不是压这种鼻子的 反正随便压一下吧 然后把它夹到台前上 这样好操作 换个大马蹄烙铁车吧 产型烙铁车也行 假如出门便携的话 这个大马蹄它能扣上盖 产型太宽了扣不上盖 咱们把温度稍微调高点吧 调到400度 因为这个线鼻子稍微大点 焊锡 我用一毫米的焊锡把它变成四股 开始焊 现在是400度 全程不加速不剪辑 大家耐心观看 看行不行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要时间长一点 这是没有加速 没有加速 没有快进 这可以 你看这不都烫住了吗 这不都留下来了 看下边 你看这都烫透了 下面都焊锡这样都画上去了 说明这烫透了 看到没 没问题 400度 这是我刚才焊的 然后我平时焊这种焊比较多 这个是两根硅胶线 用这个线鼻子 中兴2400铝合金款 这个线鼻子 这个是很轻松 但是100安的我是第一次焊 看来也是没问题的 我刚才用的是20伏的供电 这位朋友他是做锂电池的 他回去也准备弄个锂电池到户外用 供电 可以的 我这个用大有这个也可以供电 但是提醒大家 你用锂电池供电的话 正负极一定要接好 正负极一旦接错 只需一下 他就报废了 因为我接错过 另外正点原子 他家以前没有100瓦的充电器 都是65瓦的 现在打开套餐 你会发现有100瓦充电器了 可以继续看看